好像又有地震在搖 突然感到一陣緊張 趕快跑出房間做確認 近來地震頻率超高 有些人太常被驚嚇 已經分不清楚 有沒有再地震 這就是所謂的患症 因為潛艇的平衡系統被打亂 加上自律神經失調 導致出現地震錯覺 後發在女性高齡 還有居住在高樓層的民眾 這個叫預期性的焦慮 那這個預期性的焦慮 在引發一連串自律神經失調的時候 就會類似恐慌的 比如說開始覺得是不是在暈 是不是在抖 是不是呼吸有急促 是不是我想要趕快跑出去 這樣類恐慌的症狀出現 嚇到受不了 只好用棉被把自己包起來 患症發生的時候 嚴重的人可能甚至出現 呼吸急促冒冷汗的症狀 這時候第一步 應該先釐清是否真的在地震 可以從水杯的水面 天花板懸掛物 周遭的反應來判斷 接著深呼吸轉移注意力 試著感受雙腳站在地上的踏實感 來緩解生理症狀 如果說還在一個說可以接受的狀態 那你就告訴自己地震終究會過去 所以你這時候不管再做什麼情況的時候 先找一個讓自己可以安靜下來 比如說你自己先喝個嘴啊 或深呼吸一下 讓自己說啊對 這地震最多最多最多量 也頂多一分鐘的時間這樣而已 下一次再感覺天遙地動 還設不要慌張 先確認是不是真的有地震 才能做冷靜的應變 八大新聞和平李松原採訪報導 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